注意看,当我们在淡载岛仰望天空时,你们就会看到一个显示器 有很多小伙伴说它是一个普通的显示器 错,它并不是显示器 它是连接第二个淡载岛的传送门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? 众所周知,我们目前所处的是第一个淡载岛 并且在第一个淡载岛移动最快的就是黄金战车 如果你也开过黄金战车,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,我们发现第一个淡载岛最多的就是高楼大厦 小伙伴们你们看,眼前的就是高楼大厦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,第二个淡载岛我们从入口看 可以看到它里面最重要的也是高楼大厦 并且在高楼大厦的下方是有商铺的 没有错吧,是蓝色的外里面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,第一个淡载岛的商铺也是蓝色外里面 比如说换星医生开的换星屋 你表情暴重的第一个就是此时换星医生的心情 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,我们看一下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,潮流弹所开的玩具店 也是蓝色的外里面 和第二个淡载岛的商铺颜色完全一致 所以说天空中漂浮的这个根本不是什么显示屏 它是通往第二个淡载岛的入口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吗 如果铺颜色,请立行转参加